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7月6日 星期二 這節就是John Connor跟大家說香港可能會出現的 網禁的情況 跟一宗 訊息有關 事源在 幾個小時前 昨天晚上 其實 《華爾街日報》引述這個消息 幾間大型的科網公司 警告 會撤出香港 事源是香港政府 打算擴充 香港政府 政府本身已經失控的權限 預備 要檢控人家起底 坦白說這件事一早已經是預計之中 香港的 軍政府 警察 完全 安全的權力是不受限制的 大家可以想像到 他們會進一步搞一些科網巨企 迫令他們把那些 個人的資料交出來 不然就會檢控這些科網巨企 所以這些科網巨企 就沒有可能受到香港政府的壓迫 他們寧願 隨時退出香港市場 我們現在就是新增一些新聞的成份 我們會在錄音的時間 就是有最新的新聞 也會插入節目裏面 希望提供更多資訊 天文台今天 6日 在上午4點15分 發出 颱風1號戒備訊號 天文台就說有兩個熱帶低氣壓 兩個颱風一齊來 雙颱風 進入香港800公里的範圍 影響著香港的天氣 希望大家留意著天氣的情況 同時香港就是在昨天 有幾個散後的組織 宣佈解散 最少有四個組織的專業 刪除 包括三個專業組織 一個叫做精算施政 一個叫做良心理政 一個叫做 私言才俊 還有散下巴媽 情況也是因為沒有辦法掌握現在香港 所謂國安法的紅線 所以因為安全起見 就把組織 以及專業刪除 換句話說 雖然香港未正式禁網 但是實際上 就是利用國安法 將所有的聲音 就是完全消滅 換句話說 其實香港的網禁 其實已經是實質上出現了 只不過就不是通過某一個特定的法例 又或者某一件特定的事件 就是這樣做 散下巴媽的專業就是發了這個告別的文 寫了世界變了樣 祝大家各自安好 也希望大家就是無忘初衷 守護信念 同時另外那三個專業界別 的這個 專業 page 也刪除了 包括精算界 來自精算界的精算施政 還有心理學家組成的良心理政 還有金融財經界的 私言財進 同樣地也是因為 無法掌握這個 香港政府 港共政府 現在 所謂的紅線 所以就是把這些page 全部解散 也把專業刪除了 在過去這10天8天 其實就算未計算 現在華爾街日報 爆的這三間科網巨企 說要撤離香港 本身香港已經出現跟網禁 近乎沒有分別 所有這些page 都要刪除 過去10天8天其實已經有 最少8個組織宣布解散 所以這件事實際上就是 《華爾街日報》爆這三間科網巨企 只不過是其中的 一個重大的徵兆 實際上網禁已經等於在香港正在進行中 這個很不幸地 就是香港今時今日的情況 再跟大家說回這個 三大巨企撤出的消息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兩個頻道的節目 我們是星期二得道以及星期二日報 請大家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兩個頻道 請大家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繼續欣賞廣告 幫我們繼續手動點擊廣告 繼續打開節目播放清單 用無限loop大法播放 我們會盡量每日 提供 最新的分析 以及新聞報道 同一時間 我們正在招募 新聞的 同事 應該在短期之內 就是會慢慢把 星期二的新聞推出 正正是香港 正在被滅聲 蘋果日報被消滅 其實其他網媒 亦都 很快就會受到限制 亦都香港可能會出現這個網禁的情況 所以 更加需要大家努力去報料 我們會 開放一些安全的渠道 讓大家去報料 我們會盡量 在新聞上報導出來 絕對不可以被掩蓋真相 希望大家努力支持本台 支持本台的 節目和新聞工作 請大家幫幫忙 到底香港是不是會網禁呢 先跟大家說了三大巨棋 面對的情況 話說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就在5月 預備 又在 作一大堆理由 又說 要打擊這個所謂起底的 工作 來來去去 甚麼人最怕被人起底呢 當然是 身有史的人 當然就是港共的高官 還有一大堆警察 是不是 被人插一刀 也沒有人去 慰問你 也沒有人去悼念你 你還沒死 當然會悼念死那個 你那麼害怕幹甚麼呢 華爾街日報就說Facebook Twitter 和Google 三家科網巨企 擔心 這個互聯網的業務 受到香港 說要修改的法例影響 於是他們就曾經 去信給香港政府 警告 假如 他們這個修改法例的做法 使得他們的公司 員工 被調查 甚至乎被拘捕 那麼就會使得三家巨企索性 將他們的服務撤出香港市場 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工處就說已經收到 來自亞洲互聯網聯盟的信件 對於 這個所謂新的私隱條例 打擊 的東西 意見就已經收到了 意見 收到了 意見接受 態度照舊 修例也照舊 這個就是香港 本來 還沒發癲之前都已經是這樣了 其實這個政府 現在更加不用說了 以前 都是聽了當耳邊封 現在是聽完之後 跟你反過來做 早前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提出要修改法例 主要是針對著那些起底行為 又不見你去 倒轉去起 市民底 幾百萬市民包圍著你幾萬個 警察 以及高官 當然是你怕被人起底 很害怕被人在街上伏擊 包括示威 他們都已經很害怕了 那麼現在 今時今日 更加不用說了 是不是 經過了七一之後 確實最令人擔心就是這個巨企 因為巨企 就是 不會 有 一個檢查用戶發佈甚麼訊息 的機制 雖然他有社群守則 雖然他有AI會去scan 到底是說了甚麼 但是個人資料 基本上就不是AI用仇恨言論 又或者就是去調查是不是暴力的畫面 沒那麼容易就能夠scan出來 所以 香港政府修例就是為了要逼 巨企 把資料交出來 又或者逼巨企要負上法律責任 這個很明顯就是把他抓不到 的網民 抓不到的地下工作者的行為 轉為拉那些 提供社交網絡的公司 這就是三大巨企 認為是不可能接受 所以 提出 就是要終止在香港提供服務 換言之 香港跟全世界都不能再看齊 就是為了 保護那3萬個黑警 以及那群高官 換句話說 為了一群 極少數的極權 既得利益者的利益 就是要強行 修改法例 也要令全世界 要遷就這群 極權分子 這東西雖然不是直接 變成一個網禁 但是實際上網絡 的禁止 其實就是逐步在進行中 假如 香港人是沒有了這些社交媒體 當然 言論自由就是被完全封殺 還未算是互聯網 可能隨時會上不了 所以換句話說 香港現在的情況 可以說得上就是岌岌可危 實際上 緬甸也做過封網的行為 封網也不是今時今日討論的 大家應該都記得 在2019年的時候 當這個示威到了高峰的時候 當時 香港政府推出緊急法 根據緊急法 就可以下令 局部的互聯網服務 就可以強制停止 今天也是在做當日 說緊急法做的事情 只不過現在就不是在用緊急法去做 其實 想深一層 香港 政府用任何的法例 用任何的條例 其實有甚麼分別呢 現在也等於 國安法就是可以無限延伸 莫須有罪名 只不過他覺得繼續用國安法去做 好像不夠好 所以就用其他法例的明目 繼續去做相同網禁的行為 假如真的變成了香港會禁止上網 就會好像變成緬甸 緬甸就是 反對派 緬甸的人民繼續就是 印文宣 彷彿我們好像回到1920年 好像中共起家的時候 就靠 連儂牆 印文宣 在街上派 當然在街上派也不行 只能夠地下傳閱 所以換句話說 當每一樣東西 由開放 由和理非 再變成 每一樣東西都被禁止 被打壓 當年去講一個簡單的 訊息 派一張傳單 都要變成地下化的時候 基本上你是在逼 抗爭的行為 就是地下化 換句話說 這個是你一手速成 香港會變成革命 我相信就是再和理非的人 再溫和的人 都沒有可能接受你 現在香港政府 港共政府做的事 所以就是繼續在玩一個自我滅亡的遊戲 繼續火上加油 我們這節跟大家說到這裏 再有新的消息 第一時間跟大家再分析 這節說到這裏 拜拜 拜拜